大家好,我是Dan 8月19号,女团Mix以主打歌皮尔比尔回归了 皮尔比尔MV目前观看次数已超过了333万多 登上了YouTube人气上升音乐榜的第二位 在美轮哈北上排名第五,美轮塔北进入52位等 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皮尔比尔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好Key吧,希望大发 MV拍的超好看了两遍 歌曲很乱,一般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哇,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Mix的歌了 感觉比以前更好了 旋律真的是一点也记不住啊 在Mix的主打歌中,我最喜欢台死人这次的新歌 用MV来听歌效果更好,MV拍的不错 这首歌很适合Mix,但有点分人 不过我挺喜欢的 皮尔比尔比尔有点让人失望 Mix是个以强大主唱出名的团 不是靠说唱展现魅力的团 副歌不分用Rip,感觉整首歌的劲都没了 这首歌没什么特别之处 但却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 所以一直循环播放中 一听就有种要崩溃的感觉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 本来就应该推出更具大众吸引力的歌曲 却反而选择这种奇怪又实验性的歌 真是狗渣了 虽然我不是粉丝,但觉得很纳闷 现场表演真的很期待 我喜欢Mix走自己的风格 而不是一味追求大众口味 希望他们以后继续坚持自己的风格 韩网的反应非常极端 所以对于Mix的新曲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直播中发布下流脏话的 我们先来看一段凝凝的直播 这滤镜的源图是 一丝聊天截图的这个 一个人发布了一位 好像是在工厂工作的大叔照片 然后这样留言 这里的就变轻的 这句话按照韩网的地区 使用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有的地方是当 有手好先偷懒的意思 有的地方是当 很受苦辛苦的意思 但重点是这里的 有认真看 Thank you叫韩网影片的人应该知道 这个字是非常下流的脏话 在滤镜里只是将字稍微改了一下 总之就是不可能是 女爱的会用的滤镜 所以您您才会那么慌张 怎么会有那种滤镜啊 看到她惊慌的结束直播 真的能感受到她是真的慌张了 我只是觉得搞笑 但宁宁吓了一大跳 马上关了直播 觉得有点心疼 看着标题时还想着 这是什么垃圾标题的 结果真的超搞笑的 笑死了十八 不是吧 宁宁连那句话都看得懂 她的韩语实力是怎么回事 太厉害了 所以对于宁宁的惊慌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是我的话 嗯 我会不会发出什么路 không?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